下面呢说一下这个附属的结构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乳房 乳房是人类和哺乳动物所特有的器官 男女都有 男性呢不发达 男性的乳头呢一般位置比较恒定 位于第四类间隙 有的呢也在第四类或第五类这个上面 可以起到一定的定位的作用 个别情况下 如果有这个外界刺激 比如说激素啊 或者一些含有激素类的粉尘的刺激情况下 男性的乳腺组织也会有异常的增生的情况 那我们这次呢主讲的是女性的乳房 在性成熟期啊这个由激素提供这个支持 女性的乳房呢高度的发达 一般呢 一般呢乳房的上端 在第二类间隙左右 乳房的下端呢一般在 第六第七类间隙 乳房的内侧端可以达到胸骨旁线 乳房的外侧端呢可以达到叶中线 一般来说呢女性的乳房呢 那主要是由这样几个结构构成的 有这个皮肤 乳头 脂肪 疏 乳管 以及乳腺液 这里头呢其中主要的是乳腺液 乳腺液呢大约成 这个放射状排列 被这个结体组织呢分隔开 大约15到20左右个腺液 放射状排列 其中呢有输送 这个乳汁的管道 我们称为输卤管 末端呢形成了输卵管痘 开口于乳头 所以呢在临床上呢 手术时要避免损上 这个输卤管 或者输卤管痘 那么在临床上手术呢 一般会分几种情况 在乳房表面的手术切口 一般呢成放射状排列 以乳头为中心 在乳房的下方的手术切口 可以在乳房下缘成弧形 也可以在液窝房呢 做这个切口 整体来说呢 乳房呢是 位于胸大肌表面的身筋膜 和皮肤之间的这么样一个结构 这里面呢 有这个 一些解体组织 除了风格 乳腺液之外呢 向前呢 可以连于皮肤和乳头 向后呢 可以止于胸大肌的筋膜 那么这个呢 我们称为 乳房悬刃胆 也叫库普刃胆 这个 在 乳腺癌早期 我们一般认为 我们一般认为 检查的一个症状之一 当然在生理学 还有其他的解释 也是橘皮昂变 他呢认为 癌组织呢 位于皮下 可以压迫输送这个 淋巴的 这个管道 这样导致局部淋巴的淤积 也是呢 形成了 这个表面皮肤 凹凸不平的这个情况 同样呢 也称为橘皮样变 这两者呢 其实都一个意思啊 就是 是乳下癌的一个症状 需要我们注意 同时呢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呢 是什么呢 在乳腺的检查过程当中 乳腺的腺液呢 向外侧最远 可以达到业务 那么 有很多检查的 需要注意关注 这个腹乳的情况 这个呢 内容呢 就是关于这个乳房的 一些知识点 下一个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汇音 汇音呢 这个结构位置呢 与 盆墙 与女性生殖系统 或男性生殖系统呢 有这个 直接的毗铃关系 所以呢 我们把汇音的内容呢 放在这儿 来进行讲述 那么首先说呢 汇音呢 有两种定义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首先呢 我们说一下狭义 狭义的汇音呢 就是指产科 他们用的名词 汇音 一般呢 是指外生殖器 也就是阴道口 与肛门之间 这个部分的软组织的合成为 汇音 在 自然分娩时 胎儿头部从 阴道口 免出 容易 撕裂 这个 狭义汇音 这部分的软组织 造成了汇音撕裂 所以呢 在临床上 在这个 助产的时候 我们可以 保护这个区域 通过这个 引道撤切的方式 保护汇音 那么正常讲呢 我们指的汇音呢 是广义的汇音 广义的汇音呢 指的是 封闭 小骨盆下口 的这个 所有的软柱子 所有的结构的统称 我们从图所见 大约呢 是一个 菱形的区域 前端 是 持骨联合的 下缘 后端 是 围骨剑 两侧 从前往后 分别是 持骨的 持骨子 持骨下子 然后呢 是 坐骨子 坐骨节节 向后呢 是 底节节 韧带 在 在这几者之间 围成的 菱形区域 就是我们 说的 汇音的区域 一般呢 我们可以通过 两侧的 坐骨节节 间的连线 把这个 广义的汇音呢 又可分为了 两个部分 前面的 称为 尿生殖 三角 男性呢 有尿道 在这个 三角 通过 女性呢 有尿道 和阴道 在这个 三角 通过 后面的 三角形区域 我们称为 钢三角 男性 女性 都有 有 直肠 在此通过 会音部的 结构 从起来 入身呢 主要是 皮 皮下的 脂肪层 以及 深筋膜的 结构 皮肤呢 我们就不说了 这里呢 先说一下 脂肪层 脂肪部呢 分为 两个 三角区域 在前面的 这个 三角 就是 尿生殖 三角区域的 浅筋膜 也就是 脂肪层 相对呢 比较薄 向前呢 一直可以 与 下腹部的 脂肪呢 相延续 向后呢 与钢区域的 脂肪呢 相延续 有一定的 缓冲 保护的作用 在钢三角区域的 脂肪 也就是 它的浅筋膜层 相对来说 便宜比较大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图上呢 其实是把 浅筋膜的 很大的一部分都拿掉了 钢区的浅筋膜 已经拿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钢门 左右 各有一森肯 位于 坐骨节节 和直肠直肩 我们称为 坐骨 钢门我 以前呢 也有 旧的称呼 坐骨 直肠我 指的都是同样的 这一个 凹陷的区域 近似呢 呈 棱椎形 底呢 朝向下 尖呢 伸向里面 那么是这个 伸筋膜 之外 主要就是 棚格 下筋膜之外 然后呢 在这个 会音中心间之后 在 囤大基 下缘 之前 这个区域里 一般呢 填充着 大量的脂肪 也富含着 毛细血管 这个区域的脂肪呢 可以 发生感染 形成浓肿 我们也称为 钢周浓肿 有的呢 是原发于 这个位置的 有的呢 是由 钢 痘 那个位置 形成了一些浓肿 然后呢 形成痘道之后 穿过来 然后产生了 钢周浓肿 这个区域呢 脂肪比较丰富 所以呢 浓肿呢 比较严重 而且呢 两侧的 这个 坐骨钢门窝呢 在直肠后方 围骨的前顿 可以左右相通 所以呢 浓肿有时候 也会形成 马蹄形浓肿 然后呢 由于这个部位 皮肤比较紧 所以呢 往往 形成浓肿之后 局部呢 会产生比较剧烈疼痛 同时呢 如果破坏之后 浓肿破坏之后呢 皮肤的收缩 使这个上端的口呢 封闭 浓肿呢 继续残留在 坐骨肛门窝内 时间长了呢 也可以形成痘道 长期的 不好 浓后 浓和呢 不是特别很理想 这个呢 都是属于浅筋膜 的内容 深筋膜 我们可以重涂在这个 男性骨盆的 灌状切面 当然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经过尿生殖三角的 灌状切面 我们可以看到 骨盆的下端 有个两个 红色的这个 隔断 一个呢 是水平方向的 如图所示 这个水平方向的 我们称为 尿生殖隔 还有一个 呈斜形 呈漏斗状排 这个排列的 位于 尿生殖隔 上方 这个 图上的上方 我们称为 盆隔 通过这两个呢 就把这个 会音部分的 或者说 小骨盆的下口呢 封闭了起来 这其中 占主导部位的 是 盆隔 盆隔呢 是以 钢体肌 围骨肌 为基础 在 旗上 有盆隔 上筋膜 复着 旗下呢 有盆隔 下筋膜 复着 在这个筋膜之间 钢体肌 围骨肌 呈漏斗形的排列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 盆隔 呈U型 封闭 大部分的 骨盆的下口 通过这个图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是 男性骨盆 经过 肛门的 灌状切断的 这个 模式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上呢 就只有 盆隔 也就说 盆隔 封闭了 钢三角的 这个区域 这是以 盆隔为主 本身呢 盆隔 呈U型 它的前端呢 有个缺口 那么这个缺口区域呢 才是 由尿生之隔 把这个位置封闭 位置相对呢 低一些 尿生之隔 它的构成呢 是 会因深横肌 当然这里头 也有一些腺体 尿道球腺 那么 以会因深横肌为主 男性呢 还有 尿道 酷胰肌 女性呢 有 尿道 阴道 酷胰肌 在这其中 以肌肉为基础 其上呢 覆盖粘膜 我们称为 尿生之隔 上筋膜 其下的筋膜 我们称为 尿生之隔 下筋膜 这三者 合起来 我们称为 尿生之隔 主要呢 是封闭尿生之三角 这个区域 尿生之隔 上面呢 男性呢 有 男性的尿道通过 女性呢 在尿生之隔上 有这个尿道和 阴道呢 通过 而彭格呢 男女 都是一样 有肛门 在这个区域 好 关于这个 女性生之系统 以及乳房 会音的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儿 和尿生之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